然後我其實今天就是住在這邊 我有設定幾個我想要去的地方 然後我去了後面的7-Eleven 因為我住在這邊的那一個月就是最長的去的 就是後面那間7-Eleven 我一進去的時候看到店員是一樣的 我就覺得好快樂喔 就是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雖然他們不知道我是誰 可是我一看到他我就一直對他笑 他就覺得我是變態 哈哈 那這個人幹嘛 竟然買咖啡一直對我笑 然後我就覺得很很親切啊 然後一路走來發現有一些店不一樣了 就是可能他原本是賣果汁的 然後現在變賣那個麻辣湯 生意不好做啊 就換另外一個人做這樣 然後還去了滑板店 然後得到一塊交通板這樣子 所以我明天要搬一塊滑板回高雄 天啊 那 還有就是現在就除了太陽蛋廚房還沒有去之外 其他應該都完成了我的心願這樣子 因為我今天也有去在路上 美春路一段走來走去這樣 好 欸跟大家推薦一下 那個桌上這些東西是什麼 這邊桌上是我的周邊商品 有我的CD 還有我的筆記本 跟我的別針 這是我的工作 就是工作就是表演 就這樣 所以如果你有喜歡我的商品的話 可以買回去收藏 嗯 好來看接下來要唱一選嘛 好我寫了歌單在這邊 喔接下來要唱一首歌叫做距離 因為我剛才有唱那個上一首歌是遠距戀愛嘛 距離也是在紀錄這件事情 但是距離就是一個比較慢一點的歌 其實他在我的那個愛情故事 三部四部曲裡面扮演著第三部 就是已經快要 就是他們他們交往很久 這個是設定設定好的 不是我就是我幻想出來的人物 然後就是他們是遠距戀愛 然後他們就是已經算穩定了 可是 就是變得比較淡啦 不知道你們對穩定有什麼定義 就是對我來說穩定就會變得沒有那麼熱戀 然後就好像有點淡掉 所以距離其實是有這樣的感覺的 好那我先來唱一個距離 那這一首的demo已經在Street Boys上面有上傳了 所以如果喜歡的話呢 你可以在Street Boys上面聽這首歌